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帶大家去西貢走三座大山 首先就是去泰燈 跟著就是上雷打射 最後就會上雞弓山 出發地點就是北坦松的停車柱 這裡就是入口 一開始都是這種崎嶽山路 有些地方都比較斜 不過上路走起來跟上嵐成尖差不多 有些都很大級的石級 走不久來到一個開陽柱 跟著就是有這些窄的村林 之後就會上到這個邱高處的地方 看到西貢的一個千島湖的美景 泰燈就是海拔317米 那你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差不多西貢盤所有的島嶽 這個景色大家都會稱為 在泰燈的程度 或者是西貢的千島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太陽是少許多的地方 在這一個地方可以看到 尺寸的地方 會變成尺寸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位 在這間的金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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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下一點 然後再上山 這樣就可以到頂了 這個感覺有點像馬鞍山的昂平草原 雲落上面比較平坦 但是落山的路都是有點碎砂石路的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雷打石 右手邊就是那個雷打石的巨石 上山頂的標高柱之後 就沿著右手邊的小徑 下去那個石上打卡 這就是雷打石 來到這裏是蠻大風的 我放著岸泊的時候它擾得很重要 我想起碼是五級風以上 但是你這個mini 2都可以定得住 但是我不夠膽飛得太遠了 在這裏拍一會 我就收回部機繼續行程 下一站的目的地就是雞公山 來到一個地方就完全物理好徑 繼續上去 上到一個山頭看到沒有標高柱 但是有個牌寫著雞公山 海筆399米 沿著物理好徑離開 沿途都可以見到一個很美的夕陽 好了 今次就到這裏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